他復原狀況非常好 也謝謝社會大眾的關心 在這邊向社會大眾報成平安 那這個部分讓大家很擔心 那希望這件事情也讓他平靜下來 到現在都是睡不好 家長也是很擔心 小朋友後遺症我比較擔心 電視在播放他被砍的畫面 其實我都會在腦海一直浮現 那晚上就沒有安全感 我在這邊陪小朋友睡覺 我還睡得著 回家我就睡不著了 警察做筆錄的時候 他有播放在認這個兇手 跟在砍他的時候 那個畫面他看到就會怕 看到畫面他就說他會怕 那聽到這個 Queen可以打不著 他會怕出動了 我才可以打不著 他會怕失敗 那讓我們過即時